加些茶葉 家裡也不是那麼多工具 有這套東西 但正常都不會特別說 每天拿出來用 沒那麼多時間 都是一個茶壺 然後倒些茶葉去沖 這是最全套的套裝 其實有些人玩得很講究 他們連接水壺也有很多東西 這也是合理地齊齊相關的東西 加上水壺 正常人們會溫到壺 讓它的溫度和各樣東西適合 我們沖一沖泡 我們洗一洗 過一過水 這一泡要等多久 通常看什麼茶葉 一般來說 頭兩三泡都是30秒左右 然後第四五泡就是一分鐘兩分鐘 你就會喝到不同的效果 以及它的茶味 不用做 我真的只是繞在手 這麼簡單 其實是滿茶葉的 你就試試 其實說到我和你的淵源 一定要說兩首歌 就是《捉印奇蹟》和《審望時光》 終於說得正確的名字 首先要說得正確的名字 很難 剛好都是四個字 《捉印時光》 《審望時光》 即是會混亂的 原來又拼到 原來也混亂了 《審望時光》是 《就困印每首亡》 這樣吧 然後那首是 《如過環有應亡》 這首是《審望時光》 《審望時光》 就是多了一些不同的活動 不同的功能 一些協會的會歌 通常他們都是一些slogan 是啊 他們又很想做到 全香港的人都會聽 我們就要在中間拿一個平衡 就是告訴你 你某些字眼 一定要相對軟成這樣去 別人才不會覺得 那種直入式那麼強烈 或者在唱一些 他自己投入不了的東西 全香港人都聽這件事 已經是很難的一件事了 很多東西《機緣巧合》 我也做過 這首歌是沒有期望的 誰知道出來又有些聲音 所以都不能計算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做回自己喜歡的東西 唱回自己最喜歡的音樂類型 有時候最後是怎樣 就看回結果去告訴我們 你一直做銀行 一直去填詞 因為不可能填詞是全職 銀行你是何時開始退休的 做了十年左右 我又有去學校 去做一些分享 講一下不同的夢想 甚至乎去教一下寫歌詞 我還以為你說理財 哈哈哈哈 當時我覺得很有感受 有些人 歐美澳樓都已經三四歲 都暈倒了 原來有些人 去到中學階段 視野都是相對 混在社區裡 我覺得視野、眼界 應該可以闊一點 很想做一些事 所以就覺得 做了十年銀行 當時未結婚未生小 相對沒什麼負擔 那就試一下 除了一些機構oriented的主題 有沒有一些跟夢想跟年青人 免禮他們的一些話題 你們都會搞 其實在坊間 這些夢想計劃 可能都會有不少 但我們很側重於 支持他們 真的去發展自己喜歡的東西 即可能你去做一個話題 我去做一個話題 台下的人會覺得 嘩 我和你這麼不同 那不關我的事 但我們用夢想圖書館 可能我們會有十個嘉賓 進入到十間課室 他們自己挑選 他們想聽的故事 聽完一節 之後又轉去另一個課室 去聽第二節 自己選小組 令到他們的投入感 交流度 就會多一點大一點 這件事的效果是不錯的 去到中間就 寫著寫著都是這樣 可能有點挫敗 可能是沒有人贊同你 成功的條件是你覺得是必備的 不要讓別人的成功 套在你自己的成功身上 你要有幻想力 幻想到最後的東西 這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每個人都不同